想投入K-POP产业的人有福了 因为南韩正准备推出专为K-POP打造的长期居留签证 只要是想在南韩学习专业K-POP 音乐与舞蹈的外国人 未来都能利用K-Culture 也就是南韩文化培训签证 来获得长期居留许可 而且最快在今年下半年就能开放申请 原来近年来有大量海外粉丝涌入南韩 就是为了追星 也为南韩观光带来大量收入 粉丝拿起手机狂拍照 从人穿机场到首尔站的路上 就已经沉浸在偶像的魅力之中 车站内的休息室还准备了周边产品和拍照背板 就是要结合K-POP与观光来吸引游客 只是疫情后访韩游客人数虽然有回升 不过消费形态却变得更加精打细算 让南韩免税电龙头乐天 今年第一季亏损高达280亿韩元 相当于7亿新台币 为了增加观光客在南韩国内的消费 南韩干脆开放让更多热爱K-POP的观光客 能够长期居留 不只充实自己也能带动南韩国内消费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